大家好 从今天开始我们又恢复了我们的直播 刚才我们的小张老师也跟大家聊过 从过年之后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好像又胖了一些 或者说自己的身体又出现了一些什么便秘 睡眠不好种种的负担 小张老师也教大家了解了一些内关系 那么为什么我们以前好像都很胖着过年 但是现在对于年的感受没有这么强烈 其实最大的一个变化 北方对于过年 尤其是像我从小生在北京 长在北京有着严格的要求 什么呢 初一饺子 初二面 什么初三烙饼 包括破五还要吃饺子 甚至包括我们后边的什么正月食物要吃汤圆 什么八月食物吃什么 一年其实会安排的很多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这样的一些食物本身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不到的 才会拿出来在过年当做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去吃 甚至不管是家里有老人还是孩子 过生日的时候 中国人的习惯的是吃长寿面 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以过生日为名改善一次伙食 这也是当初我们最期待的一点 但是到了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对过年少了一份期待 就是这样的一些饮食 现在饺子变成了我们公司员工的一些日常 面条更是他们日常当中生活的一个快餐的方式 所以快餐和日常化就造成了我们身体产生了一些变化 大家看到在我的上方可能都有几个字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用生活方式来解决生活方式疾病 在这里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2021年我们公布了中国最长寿的省份 我们看这些数据的时候 要学会从里边寻找出来人类的长寿密码 以及人类的长寿基因到底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方式能够促使我们长寿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 总是觉得山区的老人 什么山清水秀空气条件好 吃的东西没有污染 觉得这是一个长寿的基因 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 在中国的版图当中 目前来讲长寿排名第一位的是香港 87.8岁 也就是说接近于90岁的平均寿命 非常非常好 而在香港这样的环境当中 凡是去过香港的人都能够看到 一个非常非常拥挤的城市 而且楼很高 路很窄 甚至包括车辆非常非常多 那么如果很多人没有去过香港 我们再看在中国大陆当中 全国排名第二 大陆排名第一的长寿城市是哪里 上海 第二呢 北京 第三天津 第四浙江 第五广东 这是我们所说的 在中国长寿排名前五的城市 甚至包括了浙江 我们能够包括尤其是还有江苏 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人长寿与否 其实和他的空气好像关联并不大 因为我们在全国来讲 北京天津的空气非常不好 每年我们都要面对着雾霾 我们都要面对着各种各样的什么沙尘暴 好多好多问题 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大城市 都存在着工业污染 那么为什么在我们的餐桌上 供应的可并不是所谓的 自己种的食物 什么全天然的 它一定是有些什么呢 化肥呀 农药啊 甚至包括我们吃的这些鸡鸡鸭鸭 也都不太可能是农民散养的 都是在超市里面正常的购物 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城市 它自身的寿命在全国还能够领先 我们以后会慢慢的给大家分析这样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在中国排名第十的你们猜是谁 像大家以往当中所熟知的什么广西 什么巴马 甚至这样的一些地方 连中国的前十都没进去 在中国排名在长寿省会 长寿省份第十的是海南 所以然后再往他前面 其实恰恰是辽宁和吉林 我把钱世明大概基本上都已经排列方式告诉大家了 这样的一个方式 其实就能够颠覆我们的一些观念 真正能够想要获得健康 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说的吃多原始的 或者说是什么呢 山清水秀空气污染 这些的因素有 但它不是最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当代人我们可以用科技的进步解决问题 北方我们说前十名里面有天津 有北京 有辽宁 有吉林 有这样的几个城市 他们有空气污染 但是你会发现到了我们公司 包括到了我的家庭当中 我们每个房间都会有空气净化器 然后我们都是密闭的门窗 都会做好了一个防风防沙防雾霾的措施 那么冬天出门会养成一个戴口罩的习惯 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空气污染对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 通过我们的科技手段已经把它减化掉了 而我们再说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温度 为什么我提出在前十名当中有一个海南 尤其包括三亚是一个北方的老人非常喜欢去过冬的地方 整个海南就是气候宜人 尤其三亚是我们中国唯一的一个热带的城市 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你就会发现一点整个的天气比较热 那么他自己的生活环境又还是相对来讲 比较舒适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 也会让人的身体产生什么状态呢 常年处于一个气血运行旺盛的状态当中 我们都知道不管你去做爱揪也好 不管你去做推拿也好 甚至不管你去做拔罐也好 甚至不管你去做泡脚也好 哪怕你只是说简单的按一按内关穴 它的核心目的都是让你周身能够变得热起来 甚至包括西方所讲的运动 甚至包括太极 甚至包括瑜伽 你只要是一动 你身上的气血循环的速度一定是会变得快一点 因为我们会发现没有任何的一个动作 是让你坐着坐的 都是要让你站起来 当你站起来之后 我们人你会变的是什么呢 更顺畅 而像我们在这里 我在这里坐着 我的躯干打了一个直角 腿部又打了一个直角 就像一个自来水一样 水管一样 打了两个节之后 这样的一个方式 久坐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伤身的方式 可能很多人脑子里面会有一个困惑 我们既然说起来了 海南是一个比较热的环境 那么为什么有北京 有天津 有辽宁 或者还有吉林 这几个地方冬天可很冷 对的 它是很冷 这还是因为人类的科技进步所解决的问题 相对来讲 我在北京这么多年 基本上是不穿秋裤的 而且以前我基本上只穿一件羊肉衫 今天是觉得开年第一天 我穿了件红的外套 所以说其实在北方的生活当中 它并没有这种潮湿阴冷的感受 而通过这两年我们全国流行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大家也能够开始理解了冷酷 冷恋会造成人类的免疫力低下 凡是在冷酷工作的人 没有一个是老年人 因为他需要拆货搬货 都是包括这次我们看到北京的 什么那个西南郊冷酷 以前的新发地 包括什么南方出现几次的 发生在冷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都在告诉我们一句话 这个寒湿本身来讲 就非常容易导致我们的身体出现什么呢 免疫力的下降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 会让我们产生一个对身体的气血运行的 一个更广泛的认知 很多时候我们一定要理解 能够让人获得健康的 很多时候是靠大脑 是靠科技 你们知不知道 胃癌的发病比例大幅度下降的最大的工程是什么 可能很多人想不到 胃癌的发病比例大幅度下降的一个核心原因是什么 冰箱的出现 让我们可以吃到保鲜型的食物 但是呢 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 虽然说有着山清水秀的空气 虽然说有着自给自足的这样的一些蔬菜 虽然说有着种植条件更好的这种大米鸭鸡蛋 甚至这个饲养的这些动物 但是呢 很多的我们的中老年人脑子当中缺乏着是一种健康的意识 还是喜欢吃什么的腊肉 还是喜欢吃什么的咸菜 还是喜欢吃一些重口味的东西 说起来中餐它是一个世界型的美食 为什么中餐能成为世界型的美食呢 因为国际上的所有国家的餐饮 大多数都在采取着什么呢 半冷吃的状态 什么叫半冷吃 就是当它这个菜拿到你面前的时候 它是一个温热的状态 而在我们中国确实有太多太多的吃法 强调呢 趁热吃 其实恰恰我们的健康水准会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 城市开始领先农村 而且就让我们开始重新反思 健康的意识对于我们每一个人到底有多重要 甚至我们要开始反思 这样的一些气血运行的外在因素到底是什么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 当你看到农村的时候 现在我们中国的农村基本上家庭当中很少会有取暖设备 尤其是中国所谓的南方 你比如说四川 甚至你比如说广西 你比如说湖南 你比如说湖北 这些地方看似南方 其实冬天也会出现少数的非常非常阴冷的寒气 而阴冷的天气恰恰符合中医所讲的寒湿意 寒湿才会出现文艺 所以说当2019年有一些人就会讲出来 或者说很多中医的学者就会讲 泡澡有助于提高的身体健康 大家在这里会产生一些认知上的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说我泡澡的温度只有40度 那么你跟这个杀灭病毒需要80多度 你这是胡说八道 其实不是的 泡澡也好 爱揪也好 包括泡脚也好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 提高我们身体的热度 提高我们身体的热度 你的血液循环速度会加快 血液循环速度加快之后 你每一个细胞所能获得的营养物质会变多 这个大家能不能理解 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境外的 不在一些特别特别寒冷的地方容易长洞窗 长洞窗的时候是什么呢 是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 因为这个地方太冷了 你又没有取暖设备 怎么办呢 他就要放弃手脚 这样的一些对于人来讲不重要的器官 他就故意不给你供血 为什么 他要保护你的内脏 所以我们会发现洞窗会产生在手脚比较多 但是对人的生命来讲 没有手脚 你还能够生活 但是内脏一定要产生这个洞窗的时候 内脏一定要失温的时候 你会死亡 所以这是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机制 但是如果你身处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 你的身体才能够感觉到 周围环境是很温暖的 我是不会失温的 内脏才愿意把他所得到的这些样的一些气血和营养输送到你的四肢百脉去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在讲寒冷地区的人 为什么一定都要有一个喝酒的习惯 酒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讲 你说他酒精怎么怎么样也好 但是酒在中药当中有这样一句话 酒为百药之掌 善游走通经落 就是当你遇到了极寒冷的情况之下 你的身体在强制性的放弃了你的四肢保护你的内脏 当他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机能之后 你一口酒下去 其实是强制性的让你的心脏 让你的躯干把血液输送给你的兄弟姐妹去 不要让自己的四肢产生严重型的洞窗 所以说包括我们搓搓手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小动作 其实本身来讲都是加速我们气血运行的一个基本的方式 刚才小张老师教大家找这个内关血 大家可能觉得挺难 或者说对于穴位 我们很多人会产生一个过于神奇 或者说过于复杂的看法 其实没有必要太复杂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医有这样一句话 叫做离血不离筋 因为血位它是一个点 但是你按的时候 你的手不会 你不是像做针灸要针对一个点上 你的手是几百根针 几十根针组成的 你如果用手去按的话 这样的一个周围的血位 其实内关血的周围 其实你都可以坚固的 也就是说你不会说失去这个血位 因为它的按压的面积是足够大的 它不会离开这个经络 那么通过血位按摩就会让我们理解气血之间的一个最基本的关联 刚才我们说外边的热是让我们周身的气血运行变得更舒适 那么心脑血管疾病 还有很多的代谢疾病就会得到缓解 所以人类是在常年性的生活当中 发现了三亚的一些老人到东北去生活 容易更舒服 容易更长寿 而且老年人非常怕的这个叫人生最后一次摔跤 在三亚基本上是不太会出现 正是基于大家的一个共同的认知 那么我们才采取什么呢 避寒趋热的这个行为 那么即使不能去三亚的老人 在这个季节呢 也一定要守在家里 少出门 尤其是 避免失温 避免露滑 那么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血位 同样是这个道理 当你能够对血位产生按摩的时候呢 它就血位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经络理解成为高速公路 把经络理解成为高速公路 那么气血是什么 气是什么呢 气是车子的发动机 它是一个让这个车跑的一个动力 而血是什么呢 血是车子上所负载的全部的营养 用这样的一条方式 这样的一个脑海的形象 就能够理解经络 气血三者之间的关系 那么血是什么来的呢 按照中医的讲法 你所吃下的水骨金威 都将变成了血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直在强的在家 吃蔬菜 蔬菜是什么 在中医当中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 五输为冲 就是蔬菜是一种填充的 就是它是在我们的肉啊 果啊之后的一个补充品 它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 蔬菜有一个字 它为什么叫蔬菜 中医其实很早在中华文明的文字智慧当中 草字头代表着它是地里长得像草一样 为什么叫蔬 就是因为发现了它有非常良好的疏通的作用 这个疏通的作用呢 对于它叫菜 那么它是具有疏通作用的菜 才叫蔬菜 那么其实按照现代营养学来讲 疏通作用来自于哪里 它里面所含有的大量的纤维素 这是蔬菜所不可替代的一个原因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 保持着一个良好的饮食结构 谷物好 营养物质比较好 那么蔬菜酥葱作用比较强 可能肉类蛋白质含量比较高 在这样的一个综合的补充之下 你的车子上面所拉载的这样的一个营养物质结构 就是我们的血才是更完美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血还要取决于是什么呢 如果说你的车辆的能力不行了 比如说我是一个两吨车 但是呢 我已经发动机已经很老旧了 或者说我常年不保养它 我的发动机变锈了 轮胎要坏了 你上面拉着个两吨的材料 你会跑不动 这个状态其实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什么气质 气质之后会带来的另外一个症状是什么呢 血淤 车跑不动了 都堵在了高速公路上 那么表现在我们身体当中 这就是所谓的气质血淤的情况 那么气质血淤的情况 我们怎么去处理呢 一个刚才小张老师教了大家一些按摩的方法 但是按摩的这个方法呢 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 第一不是哪一个穴位你都能够摸得到 像比如说我们背部的很多穴位 还有一些位置呢 你摸不到 那么这个没有办法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找别人来给你按摩 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按摩的这个方式本身来讲 它对任何一个单点穴位的刺激时间不够 你可以想象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做过 我们就以足底按摩为例 足底按摩大概是45分钟左右的时间 它要在你足底全部的穴位上给你做好按摩 我们腿之下 我们膝关节之下100多个穴位 45分钟的时间 你告诉我 它给你每一个穴位真正能够产生作用的时间 是不是极短 相对来讲 其实我们却足底按摩带的舒适感 更多的是你前期泡脚的这个十几二十分钟 因为这个时间 它是你的所有的穴位都可能泡在水当中 它所带的一个局部的温热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身体当中 你有些人感觉我落枕了 或者是有些人感觉我难以扭伤了 我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把热敷再做起来 要让这里面热一点 其实热的一个主要作用是 让我们的血产生一个消散 一个弥散感 如果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穴位按摩 那么你能够理解它的效果的慢 它的效果的差就来自于针对任何一个穴位的刺激时间不够 那么人类又开始搞出来了什么呢 用一些按摩的棒 比如说我们的刮沙 甚至包括我们的这个按摩的这种 这种按摩棒 甚至包括现在西方用的筋膜枪 都是针对于一个单点穴位高频次的按摩 因为筋膜枪它是靠电的原理 那么它抖动的速度非常快 甚至包括除了这个之外 那么人类还发明了膏药 人类甚至还发明了什么艾灸 人类还发明了针灸 其实所有的目的都一样 就是通过我们对一些病造点上面的经络的刺激 快速的车坏了 那么通过我们把路修的宽一点 给它一些疏通 让它的车的速度运行起来 运行起来的一个核心原则是什么呢 因为气是刚才说的 它是车 血是那个上面的拉的这样的一些 我们的营养物资 那么在这个高速公路上面去奔跑 这就是经络和气血的一个关联 如果说当你的身体失去了这种热度之后 你会产生几个问题 刚才给大家讲到了 所有细胞的营养物质不足 细胞一旦出现的营养物质不足 会产生诸多样的自我的新陈代谢变慢 自我的病态反应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是不是我们大量的吃营养物质就好呢 这样的话又会产生另外的一个问题 年纪越大 你的车一定是越来越差的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你60岁的车辆和一个30岁的车辆一定是不一样 当你到了60岁之后 你还大量的补充营养物质 就是你的车还按照两吨的重量去承载它的时候 这会就会产生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让你自己的车跑不动了 那么小马拉大车的状态会产生非常多的代谢废物 而代谢废物就是车一边走这个上面的食物一边在变质 或者说它一边的再往下掉会产生各种的代谢废物 这种代谢废物堵在哪里哪里就会产生病变 而且人的身体有一个机能 我们会尽量的把这个代谢废物处理掉 这是人体的肝脏也好肾脏也好 他们要共同参与的 但是这样的一些代谢废物会一旦处理不干净 它在我们身体上会产生诸多的问题 包括我们所说的肥胖和癌症密切相关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我就是胖一点 怎么跟癌症相关 胖一点不是我吃的好吗 其实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谢废物的呈现 你只要是人胖了 我们一定知道你身体的代谢能力在下降 但是你产生了大量的代谢废物 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中年发肤 年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小孩子胖 我们叫什么呢 现在很流行的一个小玩偶叫冰敦敦 敦敦是一个中国人本来对小孩子的一个形象叫胖敦 就是他是从头到脚 从脸蛋到小脚丫胖嘟嘟嘟嘟嘟的 他是全身形的胖 但是我们很多成年人的肥胖却产生在腰腹部位 所以这样的一个肥胖的方式的改变 就会让我们开始要重新思考 我们的健康到底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可能听到我们的课程之后 还是觉得自己不知道如何让自己健康起来 或者说不知道如何去面对生活 那么我们有一个愿景 就是要用我们的餐桌让大家去获得健康 但是你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 确实是需要着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方案 为什么说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套属于你自己的方案 首先第一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时间 我不知道你的工作时间是上白班还是上晚班 或者说你是上夜班还是怎么样 另外一个我不知道你的家庭生活 你早上起来要不要给孩子做饭 你中午是不是一个人吃饭 你晚上要不要去应酬 所以当我们不了解这样的一些事情的时候 很难给大家确定 就是你很难确定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普通人大家对于健康太喜欢把它交给医生 我们不知道你的体检指标该怎么去解读 有一些体检指标很重要 有一些体检指标其实并不重要 你比如说你的血压膏 血压膏它本身是一个症状 它和我们前两三天的饮食都有关联 甚至你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指标 因为我们不同的脂肪在血液当中的代谢的速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我看到了你们的指标之后 我可能会问你一句 你如果给我指标的时候 我一定会让你把你七天之内吃的所有东西都要拍照罗列给我 因为我要知道你这七天吃的是什么 我才能够解读出来你这个指标的变化 你前三天天天吃肥肉 那么你的血脂稍有变化 这不是很正常的吗 因为你吃的肥肉 它会变成你的血液当中的乳迷蛋白 它没有被消化掉 那么它能够完全实现了给你身体的一个供脂肪 你的身体不用调动你的肝脏脂肪 这样的话可能会造成你还挺开心的 你的肝油酸值可能再变高了一点 但是你的低迷度在下降 你还觉得挺开心 但是这个下降是什么 是你前三天吃了太多的肥肉所造成的 就是你的身体里边有脂肪 我没有调动你的外来 我没有调动我的肝脏脂肪 但是你如果前三天吃的很干净 我们很多人就这样出现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知道自己要去体检 可怕自己出问题 临时抱佛脚 前三天安安静静的吃饭 就什么都不吃 什么就喝点粥吃点菜 就是尽量让自己身体不出问题 但是你一测的时候 可能倒出现了问题 因为你的饮食改变了你的正常的生活状态 你的身体就呈现出来一个 就是怎么把它可以理解成为一个 反应性的这样的一个反应 就它会产生一个特殊的反应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每一个人去做体检之前 一定要保持着你最传 最正常最常规的这个生活状态 不要刻意去改变它 这样的话我们拿到这个结果才是具有参考性的 包括哪些指标为什么高 你未来可能会带有着怎样的一个状态 包括我们可能会看到你的年龄身高 因为它有一个趋势 因为女生大概在28岁30岁之后 那么代谢功能会下降 男人呢大部分在35岁之后代谢功能会下降 25岁以后我们的骨迷度会逐步逐步的流失 这些其实都是自然当中的一个规律 但是呢我们可能还会需要大家提供给我们你们家的调料 你们家的这个一些烹饪的习惯 包括你都要提供给我 因为当我看到了你的生活习惯 甚至包括你习惯不习惯吃夜宵 你们家用的是什么样的米 什么样的油 综合了解了之后 才能够对你的未来的健康情况呢 产生一个最基本的判断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呢 是超出了我们很多医生的工作量 大家会发现我们去医院 不管是看中医还是看西医 留给你们的有效沟通时间 不会超过五分钟 即使是你刮专交号 也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一百多块钱五分钟的时间 也就这个水平 所以说这样就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 为什么现在大家解决不了我们的代谢疾病 解决不了肥胖问题 解决不了糖尿病 解决不了心脑血管疾病 解决不了痛风 但是医生都会告诉你回家要那个健康生活 但是什么叫健康生活 因为医生没有办法解决的是什么呢 药物本身它只能控制症状 但是在控制症状的过程当中 它增加了肝脏负担 所有药盒上都要写着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另外一个问题就更有意思了 一方面控制症状 但是你造成症状的原因还在 就是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你的饮食当中的一些问题 那么疾病本身它的存在是在你释放了一个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本身来讲 它的因素在哪里 你不去找到它 你不去解决它 你天天把它释放了这个信号给它 想给它压制下去 这恰恰是害了我们很多很多人 跟大家通报一个数字 高血压常年服药 它对于我们的脑粗中 对于我们脑梗的有效控制多少 百分之三到百分之四 也就是说有百分之九十七到百分之九十六的人 你常年服药解决的那个高血压指标 根本没有用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中国科学院老院长王隆德的一句话 长期服药本身来讲是对人的身体的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伤害 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想法是带领大家解决诱发疾病的这些因素 因素不在了 指标一定会好转 因素不在了 那么你就会理解这样的一些药物是短暂性的控制 而真正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让一个人随着代谢的下降 我们的摄入要开始下降 随着我们肌肉的流逝 我们的一些运动要开始提升 随着你周围天气的变冷 你的气血运行要通过药物的把它调整起来 所以说中医对于牛肉有它一个补气的理解 那么那么对于姜也有着一个活血的理解 甚至包括黄芹等等的 这样的一些东西都是可以当的到了一定的季节之后 我们学会适当用一点点 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 我们适当加一点减一点 这样的一个方式之后 才是让我们获得健康的一个基础 因为今天是我们开年的第一讲 所以没有给大家讲什么一些食品的营养知识 可能给大家讲了一些健康的理念 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纯净生活 无极自愈我们到底的愿景 我们在做的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 也希望大家能够告诉你身边的朋友 把你自己在我们这边所获得的一些健康知识 分享给他们 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课堂当中一起获得健康 好 我们今天的第一讲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